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三名阿公阿妈结伴陈韵玉杰,三名无良劫匪不只是追抢老人的项链,搜寻钱财,在老人跌倒后环拳打脚踢并以木棍殴打老人,让人气愤,这起抢打老人案件 周一清晨六时三十分在弹问发声,从闭路电视所见,他们三人在商店区步行时,忽然一辆叫车靠近他们,随后两名男子快速下车追他们,车内另有一名同党负责驾驶 超级市场老冬主,京晨被发现手脚被绑握失在店铺楼上,相信是遭截杀,此案是于周二清晨七十许 在酒栋商业中心沈亚任超级市场楼发声,相信劫匪是从天花板潜入超市干案,杀害老店主后,再敲开保险箱,劫走约八万令吉 哈里梅根报求婚笑料,考鸡市正婚人,英国哈里王子及未婚妻梅根周一宣布订婚后,首次接受电视专访艺术两人交往以至于求婚时的种种点滴 哈里大报本月初,与肯兴顿宫晚餐时向梅根求婚,对方当时正常试考局一纸烧鸡,而且急不急待答应 娱乐方面,第五十四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二十五日圆满落幕,担任表演嘉宾的蔡依林,却因为一开口小走音引发热议,和林俊杰最后演唱自己的新歌,更被酸民批布尊重典礼 对此,三金典礼御用思宜贾培德就在脸书为两人抱不平,并表示王力宏十三年前的表演才是最不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